在政策上还是要采取一些有利的措施 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就是尽快扭转房地散市场预期 相关的政策要落地 第二个就是要加大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的力度 第三个就是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那么第四个就是大规模的扩大投资 包括明年的预算 而且包括155的规划的一些项目清单也要提前 我觉得这把这方面的力度加大 第五个就是扩大来刺激消费增长 最后一个就是进一步的活跃资本市场 除现在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 在交易制度改革方面可以做一些探索 也不妨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 怎么来使得资本市场共加活跃起来 另外当然很重要的 最后就是进一步落实重大的改革了 就提出一些代标志性的改革举措 我觉得这个第一 改革预期提升性性也非常重要